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这一支也是公众朋友要的一支笔 那就是那个广州青年钢笔 然后应该也是随库存笔 那是101上一次那只好像是717这样子 啊首先看一下这个笔 我们先比一下大小吧 还是一样的例行公式得要流程的要走一次 这个不能改啊 呃这样子 ok 好那中古笔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设计 那相对来讲笔也是比较细 然后呢也是偏短的这样子一支笔 那可能我对我来说这个才是标准的 这些都是叫小或者叫细这样 好那我们继续走下去 嗯比较引入眼连的是它这样子的一个金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呃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一个对比 这边的是偏玫瑰色一个金 这边才是偏黄金的一个金就我眼睛看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电镀上面的一个问题还是怎么样了 比上面来讲的话呃这个比较相对来讲 我觉得国产比就这样子一个比较就很漂亮了 比较上面挺花心思的一个凹槽 然后在这样子那弹性还可以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笔尾应该都是通用配件了 呃前面的这个就稍微没有就是心思差了一点了 但是像他这个处理个人觉得还是挺ok的 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那种亮面 然后就是直接就是黑白色 直接能分边的那种分出一条很锐利的边 那种反光个人金属的还是喜欢那种 要么就像红点的那个比我斜纹的一个拉丝啊 就是还是喜欢说有不同的一个加工工艺这样子 那比整体来讲的话非常轻 哇真的好轻轻飘飘的这样子 嗯就插拔是哎 哦好像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还有个小片在里面 然后一进就会有一个好像装置这样子 反正哎挺不错这个 对这个手感反正它插拔的手感是跟平常的一样 不不太平常好像进去 然后他一个这样子一个声音 他的就不是对反正就是还可以还可以 另外笔尖上面 其实我看不少笔都有这样子一个尖了 不知道现在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啊 因为现在很多笔你笔的话 只要是尖向前那就能拿到这个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不要说是那个装饰性为主 嗯笔帽来讲的话感觉比616的那个笔帽稍微厚那么一点点 那能看到这个还是有点厚度的616那个真的是有点小薄 就这样子有感觉 好那个笔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一个 几年式的这样子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 嗯呃 吸墨器 那还是赶紧我们试写一下吧 因为按键钢笔的一个 诶 是不是有点歪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我没事哎不是先试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尖 非常细的一个笔尖能感觉到 那能看看到吧这样子一个笔尖 然后呢再下来啊应该真的是有点歪了 然后呢这个是 哦 然后就是能感觉到这个笔吧特别的细 就特别扁 然后你看左右的一个 他这样子一个 尖就特别怎么讲就是很扁 然后很细好像一根针的这样子一个笔尖了 这个视觉效果上面来讲还是挺出挺有意思的 个人觉得 哎可以对对对 然后我好应该是真的有点歪 但是这个不太影响我们使用了 这个只要笔尖没有歪一切好说 我们一样都能用 好大哥这样子 从放大镜看这个哇这个嗯这个键就有点嗯 如果是说再放大看一下上面的一个毛和啊 这个太夸张了 还是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了 好 那我们还是赶紧先试一下这个笔的 书写效果怎么样 因为按键的话 也不会要求说他有很大的弹性 或者怎么样的 就要求他主要的就是其实这个功能 就是说够细 然后控模够精准 那就OK了 来 好 那个先赶紧翻页新的来书写一下 好了那书写完以后那空墨上对来讲有点小失望了 就是我个人认为按键钢笔应该要比平常的键 平常的笔用起来要比较细 我这支应该是F键的笔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墨水流动性比较大 很难把笔写的很细 我墨水本身也是一个就对比来说也是一个瓶颈了 但是书写起来的一个舒适感吧 还是不错的就是中规中矩 然后不会刮子也没有阻拟感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刮子或沙沙的就那种明显的一种反馈 嗯滑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那个另外笔很轻 写起来的话怎么讲呢 像路障什么的这样就专门写数字的话 这支笔其实挺合适的 因为但是现在很多路障都中电脑了 所以说这支笔的话 如果拿来链字什么会比较合适一点 快速书写个人觉得好像不是很合适 嗯虽然说很轻 但是快速书写嗯 写起来没有那种怎么讲愉悦感 这这支笔 但是其他的一个怎么讲呢 其他的一个材料等等呢 我认为都是ok的 起码也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库存痕迹这样子 对大概就这样吧 但是不算特别惊喜吧 我觉得这一支笔 但是也是不错的笔 反正用是没有问题了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忘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